原标题,巴基斯坦农民自治飞机上天后被捕,网友超发欧观察者网过韩。 上周月31日,在巴基斯坦旁周普生的阿里夫阿拉小镇附近,500多位村民将为观一场表演,名为《孟汉莫德法亚斯》的男子驾着他号13年,花费5万卢比,约合2379人人民币自治的飞机,从一条土路上飞起,在空中转了几圈。 主路后,南地警方以缺乏飞行执照名义,将他与飞机一同带走。 巴基斯坦黎明新闻周一报道,巴亚斯被罚款3500比,约合142.7资源人民币,既已被释放回家。 他说,自己因家贫而无法继续读书,梦想就是有朝一日成为飞行员。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,网友纷纷向巴总理伊姆兰哈及政府官员请愿,请求为他原貌。 但也有人认为,未经许可加击起飞会造成负面影响,并不可取。 巴亚斯和他自治的飞机图字,社交媒体聚报及斯坦黎明新闻等。 周二20报道,庞哲普省阿里夫瓦拉镇的地方法院宣布,巴亚斯因无证驾驶飞机而被罚翻线卢比,约合142.74元人民币,同时将它释放。 当地警局副督查邵卡特埃里·修克汤雷介绍,上周月在当地CHAKNO50PWA LIPULRAJB8H地区,巴亚斯驾驶自治的迷秘飞机。 从一段土路起飞,并在天上爬旋数圈。 他说,现场有超过500次年围观。 出于公共安全考虑,他便在法亚斯降落后上前质询,后者无法提供政府发布的飞行执照,最被预防性拘押。 这架由12RT电池驱动,装有10升汽油的飞机也被拖走。 法亚斯自治的飞机图员,92NEWS如今,法院在判斑三线卢比后将他释放,法亚斯先引回家。 阿里说,黎明新闻报道称,法亚斯出生在庞哲鲁帕克帕坎县的Rensha,通过了有层考试。 MATRICULATILONEXCMINATILON 巴基斯坦教育系统为第九,十年级学生准备,大学日备班入学前的考试,参加着一班14-16岁,观察着网住,但因家贫无法继续念书。 法亚斯称,自己与孩子的梦想,都是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,但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。 为了给父亲治病,他卖掉了家中的田地,现在的职业是白天卖到米花,网上当保安。 我没有放弃,找一家私人银行借了5万卢比,约合2379元,再从费范拉巴德买到一个大功率引擎。 法亚斯使用的引擎图员,同向法亚斯宣称,只要得到政府的一点帮助,他就可以制造和开杯机。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,向政府与军方寻求帮助,使他和自己的孩子能加入空军。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,不少网友对这位有才青年遭到罚款而名不平,同时还呼吁总理伊姆兰哈及政府官员,愿他一个飞行员之梦。 但另一方面,也有网友认为,这样未经允许自制飞行器上天的行为,会造成不好的影响,并不可取。 虽然一天后就被释放,但当地宝田却没收了法亚斯手工打造的飞机。 他说,这架飞机花了三年时间制成,希望政府能够归还。 但文系观察者网独家保健,委屁授权,不得转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